红中出口 宝极高颖 所以名音位者是在哪里名音位 从头以来就是一切教授一切行者 念念之间就要去念念在自己根本的大方广佛华颜体上念念去回光参就的 所以要念念习惯每天在念念之间去体会你自己的根本决心之中的本来面目 若是离开背离如是方向 那都不叫做下手处 那都不叫做一个修行人 那都不能够叫做佛门弟子 什么是真佛门弟子 念念之间又就是在如是的根本佛之见地上面 不断地为自己开弦误入 那就是佛门弟子 所以佛者是大决意 门者就是出入相 你念念之间都只要在大决体上 念念之间去思维出入 那就是佛门弟子 那才是真佛门弟子 所以真佑如是发心的人 真佑如是发了如是向道的决定心的人 所以每个念头当前 他就是在 他只能在自己的觉体上 就是在这个大方广佛华人体上 念念回光位 念念为自己全解 除此方向别无二相 除此在心中的发心别无二相 所以要明一位要在哪里明一位 就是在大方广佛华人体上明一位 那如何在这个体上去如何明一位 就是念念之间思维下手时 你能够实际能够贯穿处 能够在一切实际贯穿处 所以我常讲那个时 时就是你念念之间懂得如何贯穿 要念念之间心中赤诚恳切的 如从车腹一般 在现前的行持上面 念念为自己增上 念念为自己去突破 那就在每一个感受现前处 每一个现前所起的一切作用的 每一个交际处 每一个借记之时 那哪一个不是彰显 你现在念念懂得回光 去体会绝体的应用的当下 那叫实际 因为这个绝体的贯穿处 就在每一个缘起逆念当前 交际当前 过去凌如是记 就是众生流转处 凌如是戒 凌如是记 就是当下背诀合成处 就在这一点上 就在如是记上 就在凌如是戒 如是记处 就是行者 你救路还家世 不然你在哪里找 你的决体 不然你在哪里去认 你的大方广 佛华也挺 所以那真正就是实际 因为能够到实际时 你最初看到就是什么 就是心里面 再也不是过去 凡情业力的造作 那再也不是过去 你所习惯的一些妄想着迟 一切法朗朗在前 但是另一之间 都是决体的根本一性 那叫炼机 那个一性之中 它必定能够成就一些万法 那叫一位 为什么那叫一位 那一位是一体所资 一体所资 就资位的资 一体所资 那当然就是一位 所以你要能明白如此 你才能够知道 如何去重理事教义万差 所以理事教义万差 也不是只是在解释上 或者在心里面 在如同道理上面 一直在一根一成上面的一些造作 以为的理事 理事 教义万差 是跟一个行者讲 你现在念念之间 入身脉络 叫做理 如实贯穿秉持 叫做实 你能够真正如是 如是持 如是做 那为什么叫教义万差 现前所有的一切面对 灵如是戒 灵如是祭当前 那都是当下 彰显你根本 明白大觉心体的 种种妙性 德相的当下 所以那叫教义 那是更能够明白 那个教义 所以教义虽然万差 但是莫不为空极一位 为什么莫不为空极一位 因为教义在任何万差 你都知道那就是大觉心体 根本当体的一位 那叫空极一位 于空于极 那根本就是大觉心体的 现前的 本来它一种脉络的所知 一体脉络的担当 这个就不是 只是讲道理了 这个是告诉行者 你在决心上面 念念回光去体会时 你就会体会到 那就是决心脉络的担当 觉好觉坏 好坏似乎有差 那觉好觉坏 从来一位 能觉好的那个觉 跟能觉坏的觉 都是从来一位 就是这一位之中 所以它能够明白 什么叫做好 什么叫做差 那叫教义万差 什么叫做好 什么叫做坏 那叫教义万差 但是你在决心中 明白好时 是决心之中 明白好的道理如何 决心中明白坏时 知道坏中的道理如是 你是知道如是教义 再也不是像过去 你与好之时 就随其流转 与坏之时 就随其流了 都不是这种业力 你当要回光 那念念之间 就在你绝体上参救时 你会发现 那一切感受 现前处 一切世界万法 呈现处 哪个不是 你大觉西目 当前之中的 明白便喜 就在你大觉西目 当前 在哪里 世界何处 就在现前 一切感受 一切万法 在何处 就在现前 为什么就在现前 因为决心在现前 决心现前 住在一切法 才能够如实现前 一切法 现前住在一切世界 你才能够如何感受上面 你才能够真的 好像好似 彰显现前 不都是如此吗 所以那要你习惯 你要是不能够习惯 在这边去体会 在这边去所学 念念肯于回光 就不是发心佛门弟子 纵然挂名叫佛弟子 不过就是什么 不过就是 累积你现前一些 博地凡夫的一点 可怜之脸而已 我因为每个人的 我看都是这边 Cert sicher Is Ini 我就是止了 但是